今天我們一家來到深圳的Hardwalk酒店 千多元就可以玩足兩天一夜 住在親子套房 鄰近觀蘭湖國際旅遊度假區 酒店的套票還包括親子控陪 住在這裡吃喝玩樂全部齊了 內容超豐富 是一間微度假型的城市酒店 請大家繼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所有平台都叫做K4加藍 要來到深圳的硬石酒店 路線很簡單 有福田口岸或者深圳北站 都可以搭到4號線 去到觀蘭湖的D出口 或者E出口落斜 都可以在酒店旁邊 我們現在身處的就是E出口 如果你要搭升降機拿著行李 就建議你行D出口 那裡就會有升降機直達 我為什麼今次來選Hardwalk酒店去住呢 因為我們最近去了觀蘭湖 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觀蘭湖酒店比較遠 跟它的設施、滑雪、水族館 是真的比較遠 而這間Hardwalk酒店 其實是最近最方便的 其實如果你想去觀蘭湖道駕區 那裡玩 我建議你一定要住這間Hardwalk酒店 他們深圳就叫做硬石酒店 譯回中文 我們跟他說硬石酒店 Hardwalk酒店最重要 一定要走到商店 因為它的設施是真的漂亮的 它的T恤很漂亮 而我一直都念念不忘 有一個Hardwalk版的Barbie 可惜這裡看不到 以前在澳門的時候 沒有錢買 那時候沒有買到 我現在想買買不到 過了這個商店 裡面有一個Hardwalk Cafe 這裡我都強烈建議你進來看看 因為很多展品很漂亮 這裡喝杯咖啡的價錢又不是貴 還有街機又不玩 我待會介紹給你們 我先拍一拍場景給你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u 今天我們一家來到深圳的Hardwalk酒店 即是硬石酒店 但我比較喜歡它的英文名的 硬石好像怪怪的 我們現在等待Check-in的時候 在地下有一間Hardwalk Cafe 還有一間商店 你進來後 就看到有一個舞台在這裡 很漂亮 已經亮燈正在閃 晚上肯定超有氣氛 我拿錢去打卡 打卡 好了 我們打完卡之後 大家看到整個Cafe 其實很漂亮 又有一些桌球桌 另外四圍這裡圍著 都是巨星 登台穿過的衣服 還有他用過的吉他 全部都是古董來的 全部都是珍藏品 所以拿些櫃全部都整起來了 我之前住過澳門的Hardwalk酒店 每一層樓都會有些不同 每一層樓出了電梯之後 都有些紀念品 有些展品 在走廊那裡 應該這一間也是差不多 待會就拍給大家看 提回大家 酒店是三點Check-in 所以如果你還沒時間的話 其實你真的可以進來這裡 坐一下 聽一下音樂 玩一下街機 這裡的雪糕 這個新地 都是七十多元 在這裡叫小吃 都是不貴的 價錢 所以一家大小 就在這裡坐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來 是下大雨 簡直是暴雨 出不去 所以我們都在這裡 是等Check-in的時間 這裡挺舒服 這個街機是任賣 不用入錢的 很開心 小朋友來 他又配合酒店 型格路線 不錯 真的 現在看看酒店房的片段 這個電梯 經常打開門 我都不覺得 因為全部 是裡面很黑的 很帥 裡面 一出來 五樓是Check-in的地方 掛著很多 搖滾的吉他 其實在這裡打卡 都很漂亮很漂亮 而五樓 除了Check-in 也是你明天在這裡吃自助餐的 早餐的位置 我們今天是住在12樓的親子房 大家是不是很緊張呢 打開門 如果我介紹親子房 通常都是選親子房 如果你普通房 平平無奇就不好看 我們帶上嘉楠來 其實很多家長都很想看親子房 就算是拍拖也好 其實都喜歡住親子房 漂亮一點 進來就是這個帳幕 也有一段時間玩了 嘉楠 很搞笑 外面有兩隻大的小熊 到了晚上 邀請那兩隻大的熊 進去帳幕玩 在帳幕裡面 搞得很大 在帳幕裡面 這裡的床鋪 全部都有吉他的刺繡 現在親子房來說 算是這樣 我們上次去觀蘭湖 也是住親子房 這裡當然比較漂亮 那邊是粉紅色的 這邊比較型格 但是那邊真的是遠 還要是東莞的觀蘭湖 我那次是預訂了 那你去觀蘭湖去玩滑雪 那些設施 其實是很遠 真的要半小時以上來回 那這裡其實你步行 就可以去到觀蘭湖 那你直接去觀蘭湖 那些波爾夫練習場 都是5分鐘 走去那個卡魯冰雪世界 是10分鐘 而走去那些水族館 都是10分鐘左右 而商場的觀蘭湖 就在下面 就是我現在拍給大家看 那個浴缸 外面就是觀蘭湖 拍到浴室給大家看 都是黑色型格 乾乾淨淨淨的 用瓷磚 這些很重要 瓷磚比較乾淨 有些沐浴腦 唯一是廁所 那個門 是間隔透明透明的 如果你是跟父母來 或者朋友來 就有一點尷尬 拍到電掣給大家看 在床邊就有一個 再加兩個USB 在剛才電視下面 也有兩個電掣 這間酒店房 如果一定要增加一些設施 我想去洗手盆下面 有多個垃圾桶 因為要很多垃圾 洗手 洗手 拆牙 丟掉牙刷套 那些全部都是垃圾 要走進去洗手間 或者去廳才有垃圾桶 我覺得比較圓 可以增加多一個垃圾桶 而這間酒店 其實主題套房 有8間 除了現在我們眼見這間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主題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全部的房間 都是配置了Sony藍牙 音響 聽歌是很棒的 以前在澳門試過 今天我沒有試過這個裝備 這條影片 我建議大家要看完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來住 因為我會拍攝這裡的設施 遊樂設施 包圍著酒店 我都會說 其實我們進入後 就去了觀南湖那邊玩 去了那邊的海洋世界 去看魚仔 之後第二天 玩完控陪 去觀南新城那邊 逛街購買了很多很多東西 那部分就不多說了 說回大家最有興趣的是價錢 建議你們去KK日買 都是千多元左右 看你要什麼不同的套餐 以及看你出發日期 好像他現在正在做的優惠 1400元左右 已經包了早晚的自助餐 晚上也包了 親子控陪項目 還有這裡很多的遊樂設施 很多設施 其實是免費任玩的 介紹回樓層 剛才1樓是cafe 5樓是check-in和自助餐的地方 6樓是一個兒童天地做控陪 遊樂設施 以及健身房 跟衣室的位置 而26樓是一個酒吧 以及一個網紅露天泳池 但因為我們真的下大雨 兩天都鎖了 所以沒辦法拍給大家看 很可惜 我們現在去6樓 拍一個兒童俱樂部給你們看 這裡三點和早上十點 都有控陪項目 但你要預早預約 你要在check-in的時候 就跟他說 你要去參加哪一堂 其實大概30分鐘就完成了 其實氣氛很厲害 每個人都很忙 整完整那樣 但那個哥哥都很好 專人會教你 導師比例都算是高 爸爸媽媽就要幫忙 小的小朋友 他就幫忙把椅子站在上面 就夠高 他其實不知在做什麼 但做完出來 做了一些兔子餅乾 很漂亮 我們10點做 然後他就12點多 回來就拿回制性品 但我們最後沒有 因為check-out了之後 忘記做 然後我們就去了逛街 因為太想去 觀難申請逛街 另外這裡就是 控陪對面 就是一個playhouse 這裡我們都來了很多很多次 因為它是無限次進出的 這裡 我們第二天check-out12點之後 都在這裡玩了兩三個小時 很多東西玩的 你看這裡很多那些機動遊戲 全部都是一元兩元人民幣 我們借了二十元而已 為什麼我們留那麼久呢 是因為玩都玩不完 那二十元 全部都是一元兩元 那之後呢 外面的那些棋子 那些足球機 全部都是免費任玩的 有些電子遊戲機 電視那種遊戲機 搏著手掣那種 這間酒店 如果帶小朋友來 真的玩得很開心 平時這些機動遊戲 在香港那間主題的遊樂場 都需要四十元玩個小火車 然後玩一些旋轉木馬 起碼都十元二十元一次 拍完健身中心給大家看 在同一層都是六樓的地方 二十四小時開放的 但我也猜是沒有人的 其實呢 我是 入過這麼多酒店的健身房裡拍攝 我還沒試過看到有人 這裡有一個 但她是坐著玩電話 因為有強勁的冷氣 可能就 健身中心是有教練的 如果你想教練教你用的設施 可以在前台預約時間 我就拿了一些啞鈴來玩 那些啞鈴我拿到最重 真的拿不起 單手雙手都拿不起 我逐個試 最後寫著四字 我就可以單手拿起座了 可能早上吃完自助餐之後 就會比較多人 來做後運動 然後就check out 這個環境相當不錯 也有一些戶外的健身設施 這裏是16歲以下 是不可以進去 即是嘉南就不可以進來 另外有一間衣室的地方 也挺乾淨的 拍給大家看 有些洗澡的地方 然後有風筒 毛巾 最特別呢 原來這裡有桑拿 桑拿時間是6點至晚上9點半 自助的 自己開的 都不錯 我覺得 最後拍了這裡的自助早餐 給大家看看 款式都ok的 你想吃的東西都有 很多香港人 其實在Hard Walk Cafe 因為大家很聰明 知道來觀南戶玩 其實住在這裡 真是最方便 我也很推介你們來這裡住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片 記下它 有興趣來這裡玩的時候 再看這條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深圳硬石酒店 Hard Walk Hotel 臨走前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所有平台叫做K4加藍 拜拜 我那邊很成功 我們經典走 我要鋒一聲 去K4加營 K4加營 沉 我心掃耀 我自己一聲 麻煩 去K4加營